手指饼干提拉米苏的灵魂之一 一定要说死这个配方 两个鸡蛋就能做一盘 又酥又香 单独吃也超上瘾 赶快一起来做吧 选择两个中等大小的鸡蛋 将蛋清和蛋黄分离 蛋清里面先加入几滴柠檬汁去腥 再加入18克白糖 5克玉米淀粉 用电动打蛋器将蛋白打发 先高速 再中速 最后转低速 手尾打发到蛋白霜呈硬挺的小尖锋状 加入蛋黄 低速搅打均匀即可 再筛入50克低筋面粉 轻柔地翻拌均匀 没有干面粉即可 装入到裱花袋里 再挤入烤盘中 尽量挤得粗细均匀 然后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65度烤27分钟 时间和温度要根据自家烤箱的脾气来调整 烤至表面上色满意即可出炉 静止完全凉透后就可以开吃了 酥脆轻盈的手指饼干 无油低糖 又酥又香 是做提拉米醋的灵魂之一 单独吃也超级上瘾 千万不要错过 赶快安排起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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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